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我是您的整弟子 我想请问一下台长 那个04年 所和的小女孩 想问什么 她的虔诚跟学习 念什么经 因为我现在叫她在念经 你当心点 这个孩子有自闭症的倾向 不愿意跟人家接触 喜欢关在房间里自己一个人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赞快叫她多念心经 每天最好念21遍 她一定要念 她不念 你帮她念没有用的 个人吃饭 个人饱 个人修心 个人好 明白了吗 做什么功课呢 叫她念心经 小房子呢 小房子叫她每天 能够她念不了 你帮她念吧 一张吧 还念姐姐做49遍 行 好吧 没什么大问题 这孩子你放心了 不会变成痴呆症了 没问题的 全程好 你们全程很好 但是你们家里 家里有灵性 你晚上听到声音没有啊 房子里 听到我已经给房子的药镜子 看见了吗 没走 还要念几张 还要念几张 还要多念一点 行 好吧 再给他念十二张吧 好的 好了 谢谢 所以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家里有灵性 自己不知道的 然后回到家就倒霉 回到家就吵架 实际上他都是有这种 渊源 都是有这种事情在的 在台湾 来